德国总理梅克尔即将在9月卸下总理职务 德国也将接着选出新的总理 梅克尔担任四届总理 在位长达16年 被德国人昵称她是妈妈 是许多德国人心目中永远的总理 她也是德国第一位自愿下台的总理 而就在欧美各国维权民粹主义风起云涌之际 梅克尔也被视为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回顾梅克尔的总理生涯 她的支持者会说她稳健务实的领导风格 带领德国度过了无数次全球危机 但批评者认为她渐进调和式的领导风格 一直尽可能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做法 缺乏大胆的视野 无法让欧洲及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 为未来做好准备 现年67岁的梅克尔是在铁幕下的东德出生长大 成年后她成为一名量子化学家 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后 梅克尔转身投入政治 逐步成为德国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 并在2005年成为德国首位女性总理 在世界各国近年辛勤民粹主义 强人政治风潮的同时 梅克尔沉着冷静与温暖的形式作风 也为如川普、普廷等强势男性领袖 主导的世界政坛 带来了一种平衡作用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份民调显示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部分民众 有信心梅克尔在处理全球事务上 会做正确的事 梅克尔被许多人视为是稳定的代名词 他的决策通常反映出德国多数人的名义 他也让原本极端保守的基民党 朝向中间派靠拢 吸引到广泛的女性族群 极度会选民 在梅克尔任内 德国经历了2008年金融海啸及欧债危机 梅克尔虽然被批评采用严厉的准结政策 透过大幅削减政府支出来维持财政纪律 但支持者认为 他让一度动荡的欧元区 安然度过了危机 梅克尔任内另一项重大的决策 就是在2011年日本赴到核灾后 决定逐步淘汰德国的核能发电厂 并启动朝绿色能源转型的计划 德国准备在明年年底 关闭最后六座核能电厂 实现无核家园 但梅克尔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批评声浪 认为德国需要透过提高燃煤 及天然气发电的比例 才能完成能源转型 梅克尔任内最大胆的政治决策 应该就是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之际 坚持开放德国边界 不强制驱逐来自伊拉克及叙利亚 超过100万名寻求庇护的移民 这项决定虽然受到人权团体的支持 却成为高举反移民旗帜的欧洲极右翼政党 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像是德国另类选择党 后来就成为德国二战后 第一个进入国会的极右翼政党 匈牙利及波兰的极右翼政党 更取得了执政权 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的席次也大幅提升 相对于移民政策的宽容开放 梅克尔对于中国的立场 则受到不少人的质疑 特别是中国近年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侵害 对香港异议人士的打压 以及通讯巨拨博华为在5G市场引发的争议等 梅克尔并没有采取强盈的立场 在梅克尔任内 德国不断加强与中国在商业贸易上的往来 梅克尔也试图把中德两国的经贸关系 与中国争议性的议题分开处理 像是欧盟与中国去年年底 达成的大规模投资协定 就是在德国的大力推动下所促成的 然而 由于欧盟与中国因为新疆议题 而互相祭出制裁 这项协议也随着双方关系的急速恶化 目前已遭到冻结 南华早报报导 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巴尔金 在一份评价梅克尔外交政策的报告中点出 中国是梅克尔最大的盲点 巴尔金认为 梅克尔太慢认知到 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路线的转向 对德国带来的风险 也无法相应地调整他的政策 漫长的16年总理生涯 梅克尔在德国及全球政坛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尽管他的诸多决定留下了一些褒贬不易的评价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的离开将为德国政治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 无论是谁在9月26号的选举中胜出 都将难以取代梅克尔过去十几年来 为德国与世界带来的影响力 杨广编译 郑锦茅报导 请不吝点赞 郑锦茅报导